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什么猪的什么洞 就是怎么说呀这个 洞 洞 对 洞 这是小鸡炖蘑菇 是吗 这么神奇 小鸡炖蘑菇的这种形式呢 我是用的分子料理的 一个叶蛋洞的一种形式 把小鸡炖蘑菇做成了 不像小鸡炖蘑菇 这个东西我的灵感呢 是有一次我在吃小鸡炖蘑菇的时候 放凉了之后 接成冻 接成冻之后特别好吃 之前好像他本来是不想做这个冻的 那么后来他也做了一个冻 我也做了一个鱼冻 我选了东北一道名菜 特末绿冻鱼头炖好之后 给他做了一个鱼冻 里面呢也有鱼脸肉 然后有粉条也有 酸菜白肉准备炸 白哥好 洞洞老师好 白哥好 你看那酸菜白肉做成这个样子的有吧 哎呦这个绝了 这个绝对原创底下配到了意大利15年的黑醋 那黑醋 那个好 那其他也爱吃那个黑醋 对然后我想这样子我配一个这个菜 我觉得应该是你会喜欢的 我们这些兄弟做菜各个拿结果啊 完了受不了啊 香蛋黄 我现在在做这个粉条的 金箍汤汁的一个收汁 为什么会倒菜都会用金箍呢 因为我也想让嘉宾尝到不同的口味的东北菜 然后也想让嘉宾尝到扣 浩子十个败后 让牌子查一下 快点 那拿出来吧 就准备装盆了吧我们 出赛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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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大厨登场 欢迎苏大厨 欢迎帅大厨 这个一看这样装盘 就跟东北菜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对 很大区别 闻到的味儿确实是东北菜的味儿 有东北菜味儿 哇 帅大厨也来了 这套菜品是秦俊之好 谈琴的琴 俊菇是云南的俊菇 创意是结合了小鸡对蘑菇的口味 加入了蘑菇汁 粉条的酸菜 因为吉娜它不是外国人吗 所以我做了一个面包的一个加入 提升了这个菜的层次感和口味 它的那个酱是用蘑菇打出来的吗 鸡肉打成泥以后 加入了云南的俊菇 这道菜太了不起了 它是一个云南人 想象自己到了东北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西餐的形式 他这个里面所有东西 我觉得最纯的就是那个猪肉炖粉条里 那个粉条 真的很纯 就是那个卷成那个 这个粉条是一个人吃 两个人去吸的 对 吸的是吧 对 就那个轻吻鱼 两张呦 他就是个浪漫的人 浪漫的人 但是真的是很好吃 它是 这个是更像 就是所谓的这个创意菜的 的东西